试完手语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您 从今天开始一连五天 手语新闻将要推出掌握艺术 看见米勒的新单元 透过台北听澳基金会 手语导览志工的手 让听障朋友也能够清楚了解 米勒这些伟大画作背后的故事 而第一集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最著名的 玩岛 玩岛 昨天我们带您认识了米勒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玩岛 告诉我们他另外一幅知名的话 春应该要怎么样欣赏呢 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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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今天的看见米勒 要带您认识米勒的画作是 格赫维勒的教堂 这是他生平最后几幅作品之一 而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透过 听奥手语志工的双手 一起来认识这幅名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看见米勒 要带您认识的米勒画作是 仿杀女 来看看米勒怎么用画笔 来表现年轻的农村女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米勒画作来台展期已经进入最后倒数 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人次前往参观 不晓得您也去看过了吗 今天看见米勒最后一集 台北听奥手语志工 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最最最著名的画作 十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